江湖傳說這邊有一個女高中蜘蛛人 帶你們去見識一下 育達石魔小可愛 變身最強高中蜘蛛女 我要出發了 僅靠四肢的力量 就能把自己悬挂在十幾公尺高的天花板上 今年就讀育達石魔科二年級的姚庭蓁 是台灣目前唯一的雅清女子攀岩國壽 喜歡高然後就掉下來那個瞬間 就覺得很像在遊樂場 玩那種雲霄飛車或者是自由落體 就很刺激啦 喜歡往高處爬 不僅膽識過人 還要有相當的肌耐力與技巧 姚靜蓁一週攀岩三天 一次月三小時 每次挑戰不同路線 他要記住每個顏點順序 再從腦中的動作資料庫 找到對應的攀爬方式 不是克服難關 就是失敗墜落 因為我現在都是跟青少年男生在一起爬 他們的力量都比我強很多 然後加上升高 就整個會把我整個壓下來 這就會讓我想要更努力去超過他們 因為感到不足 他還自行安排寒假遺地訓練 好 現在去哪 我要去高雄遺地訓練 我帶的有冒頭印粉彈 人身確保器 液態粉 還有這個 吊帶 這也是 保護手指關節的白貼 這也是我的眼鞋 還有最最後的按摩工具刺球 這什麼樣 這個就是 當我肌肉翻燙的時候 我就把它壓在我手上 然後可以轉圈圈 或者是前後滾 我的肌肉就會變得很鬆弛 然後就可以繼續再爬下面一條路線 這就是我要坐高鐵 去高雄遺地訓練的攀岩裝備 就我這次去高雄 我是最主要是打工換術 就在延長打工換術 自主訓練 就是沒有教練一個禮拜 然後自己去那邊出路 先自己爬這樣子 從國二開始攀岩 姚婷甄最得意的 就是2016年在台北內湖的比賽 完美攻克四條路線 拿下冠軍 比賽有輸有贏 但其實攀岩隊個人來說 卻是充滿挫折感的運動 你會不斷的一直在挫折 然後一直提升 一直挫折 大部分的時間 就是覺得很沮喪 就是你要 你要有辦法 你要真心真的很喜歡很喜歡 然後在這挫折過程中 你還覺得很開心 即使是一直掉下來 你還覺得很開心 然後會一直說 即使你爬不完 一直沒有進步 你也必須要說服自己 OK我可以我可以 儘管如此 攀岩真的沒啥大道理 姚婷甄單純就是喜歡而已 繼續讓我 想攀岩就是 在比賽的時候 每爬完一條路線 就會覺得 我今天都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那我為什麼不繼續下去 往更好的程度去發展 爬完就會很有成就感 有那個想法 就會更去 加強我自己的能力 把那些挫折 就當作我 努力的動力 去往上爬這樣子 爬向更高的地方 把岩牆 當作人生的伸展台 這是屬於姚婷甄 高校蜘蛛女的 樂謝慶春 樂謝高校小組 別忘了 玉達智福峰報導 好